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說說近來一連串備受社會關注的事件 包括取消器官捐贈登記 國泰航空空中服務員涉嫌歧視非英語乘客 以至近日網絡上出現 有關於血液供應內地謀取暴離的謠言 這些事件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有人故意轉移視線 不說事實散佈不實內容造謠抹黑 總之就是將矛頭指向內地 試圖在香港製造恐懼 煽動仇恨和矛盾對立 軟對抗和硬抹黑近來又似乎再活躍起來 空者歧視非英語旅客事件 令人想起2019年社會動亂期間 香港機場和部分航機上發生的種種亂象 今天在港區國安法下 有些人或者已經不敢明目張膽 但今次事件 亦可反映出部分航空從業員 仍然保持著軟對抗的態度 將矛盾放在專業操守前面 就是不肯做好自己的服務工作 至於硬抹黑 短短一個月內就先後發生 捐贈器官和捐血兩大謠言 以捐贈器官為例 筆者的確注意到 一些已經走老去外國的 反政府前區議員和其他好事之徒 在網絡上 刻意抹黑器官捐贈 包括造謠感說 傳聞已經被自動納入 器官捐贈名冊 甚至誤滅捐贈器官 只會令到內地病人受惠 關於捐血的謠言就更加離譜 聲稱收集到的血液 將會高價賣給內地 企圖打擊市民捐血的意欲 造謠者不單擦心不止 更加是非常刻心 不理有需要的病人的死活 令到已經緊張的器官和血液庫 更加雪上加傷 影響病人盡快得到適切的治療 今年2月全面通關以來 香港和內地的交流和交往愈加暢旺頻繁 涉及兩地民眾互動的議題 只會有增無減 近的包括政府將會公佈輸入外勞方案 遠的政府還要研究不車南下 即內地車輛駕駛入香港的實際方案 政壇高人指出 凡此種種都會有機會成為那些 立心不良的好事之徒 進一步炒作內地和香港矛盾的彈藥 他們無所不用其極 散播一些誇張不實的歪理邪說 向社會大眾販賣恐懼 近日所見 一班好事之徒又再磨拳拆掌 炒作兩地矛盾 無非都是想複製他們過去的經驗 趁早埋下仇恨和恐懼的種子 將恐懼內地、厭惡內地這種思想觀念 因此我們必須對來自海內外的反動力量 保持充分的警惕 正是由他們帶來的一切噪音 該回應的就應該嚴厲駁斥 該執法的就要果斷執法 絕不能讓仇中的思想春風吹又生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你按like和share給身邊的朋友 想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按鈴鐺呀 多謝大家